危险直击 先来看到的是高雄运名乌姓女独虫 14号凌晨开车载着5岁的儿子 先在大辽区拒检闯红灯蛇行 随后又开上了国道 甚至在地棒站回转逆向逃逸 但是最后碰撞警车遭到破窗逮捕 也在儿子的面前做了最坏示范 另外是在陆竹科学园区 有年轻人私自封街 把马路当成了赛车场 凌晨4点多 一大群年轻人聚集私自封路 准备狂飙竞速 烧台窜出白烟 只见两名骑士猛吹油门起步 瞬间发出轰隆巨响 事发在13号凌晨高雄路逐科学园区内 当时一大群人违规封街 把道路当赛车场 多名骑士不仅没戴安全帽 还高速狂飙竞速 现在警方也要开罚 而另外在国道3号则有女驾驶行进脱续 凌晨2点多 白色轿车在国道上 跑给警察追 就算轮胎都脱落滚落 但驾驶硬是要逃 逼得警方不得不超车阻挡 远警一下车立刻拔枪呵斥 眼看对方还想跑 也猛力破窗 而其实嫌犯很嚣张 稍早前不仅在国道逆向 还一度在隧道内上演警匪追逐 当时无锡女子开车载着5岁儿子 由于车内藏有违禁品 她现在大辽区拒检闯红灯蛇行 所以要开车上国道躲避 甚至在地棒站回转逆向逃逸 但最终碰撞警车不敌优势警力 遭持枪破伤逮捕 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 妨碍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 女毒虫带着儿子拒检落跑 还在国道逆向狂飙 如今不仅招待 也在儿子面前做出最坏示范 借高雄这么的